巴黎风尘日记 嗨,大家好,我是Ivy 今天继续我的巴黎风尘日记 现在天色已晚 今天我实在太忙了 从早上九点钟开始就有会 然后又办公 就中间吃饭都没有时间 我就慌慌忙忙的烤了个蛋糕 晚上和同事一起 弄了一个线上的 叫after work party 就是工作后的酒会吧 然后 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 所以每个人就是 端了一杯酒或者像我不喝酒的人 端一杯饮料 对着镜头大家互相 看大天聊 其实这样挺好的毕竟 我们都被困在家 他们都是结了婚有孩子 像我就是自己一个人 这样的方式 也挺不错的 大家交流一下最近的心得 不过听到更多是 他们如何吐槽记的孩子 可能会放一两段 他们发给我的很好笑的视频 因为今天时间不太多 就继续我昨天讲瑞德西伟的话题 今天又看到新闻说 瑞德西伟向FDA提交 撤销他们孤儿药身份的 申请 说的很别扭 因为说老实话 我做药好像从最开始做的时候 那个药就是孤儿药 但我从来不知道中文 真的是直接翻译的 ofendrag ofendrag相对应的是治疗的就是罕见病 罕见病在全世界的定义都不尽相同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各个国家对 罕见病的定义 在美国是只要少于20万人得病的病 就是罕见病 如果按照发病率来说 大概是2000到2500个人里头有一个人发病 那比这个更少的话就是罕见病 而在欧洲是没有一个人口标准 主要是发病率在2000个人里头有一个人得病的 那就是罕见病 而在日本要求就会比较严 日本要求的是得病的人数要少于5万 发病率大概是2500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得病 因为看了这些数据我很好奇 中国的罕见病是如何定义的呢 很可惜 中国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文件来确定如何定义罕见病 那因为没有如何定义罕见病 那对于孤儿药的规定就更没有官方的文件 然后我就去了世界卫生组织 看了一下世界卫生组织对孤儿病的建议是什么 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定义是 一千个人到一千五百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得病 那就是那就是罕见病 在四位同样的一份文件当中也提到全世界有大概七千种罕见病 连我自己在罕见病这一行做了几年的人 在第一次看到这个七千种的病的时候也还是被震惊了 如果这么推散下来我都不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在受到各种不同罕见病的折磨 却并没有得到好好的治疗或者是好的政策的引导 这是一件多么让人心寒的事情啊 我看了一份非官方的文件 在中国算罕见病算是全世界最严格的要求 是一万人当中有一个人发病才算罕见病 即使按照一万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发病率来说 那中国也大概有两千万人左右的人在饱受罕见病的折磨 我在这儿想呼吁一下中国的卫健委能不能出台一些政策 对这些病人有好的引导呢 算了这个话题要谈就是又谈到了体制上的问题了 我们再回到瑞德西伟 对于瑞德西伟的孤儿药的身份 我觉得这是毋庸置疑的 现在美国的确诊人数16万人 这远远低于美国要求的20万人以下的疾病 但是大家不知道 孤儿药在美国有特殊的权利 如果是孤儿药就可以拿到连续7年的专利权 你知道药都是有专利权的 一般是从你开始申请专利后 到10年之后 你这个药就可以 就失去了专利权 那其他的公司就可以做同样的药 但是如果你拿到了孤儿药的身份 不管你之前有花了多少年研发 大家这个药都可以再连续7年的知识产权 而且在美国 那么孤儿药有权力制定更高的价格 所以 Gilead在申请FDA的孤儿药的时候就受了很多人的质疑 大家都认为Gilead则会药很高的价 实际上Gilead在制药界和做医疗这一行业来说 民生是非常差的 他们前两年在艾滋病和饼干的研发上都做了很大的突破 这是对世界好的 但是他们全部把他们的创新加成了很高的药价 就是说他们当时饼干在欧洲推出的时候 一年的费用大概是三万到五万 跟各个国家有不同的价格吧 这个价格比之前的所有的饼干药都贵了一倍 是的 这个药 他们出的那个药 疗效非常的高 但是贵了一倍的价格 欧洲的政府都付不起啊 所以当这次他们申请孤儿药的身份的时候 只有很多人担心他们会利用这个机会又大发一笔横财 还好他们自己撤销了 不然又要搞一次公关危机了 我希望Gilead能够在这个不要发灾难前 现在美国疫情这么严重 如果瑞德西伟是有效的 他们应该做出对价格的让步 让美国的民众都有都有能力去吃到这个药 好吧 今天视频就录到这里 不过你要继续看下去啊 我希望我能剪一段我如何烤蛋糕的视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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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